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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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周嘉慧 我有兩個兒子 大家都知道 那個叫TJ 小那個叫JT 一個三歲半一個五歲半 其實這一陣子 都發生了很多 很難忘的事 最搞笑的是 哥哥和弟弟在家裡 經常打架 吵架 踢來踢去 對我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教了他們很久 其實他們還是這樣 但是 有一次就叫他們 兩個你要分開 就問他們 是不是真的要這樣去對大家 如果你繼續這樣去對大家 TEDDY就很好笑 就說要送去 Bording School 即是去紀宿學校 就不能見TEDDY媽媽 或者 就是不能 連哥哥弟弟兩個都不能見 看看誰比較頑皮 分開誰 好 我就問到你了 這隻手為什麼這麼冷 你為我的學校好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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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裡那麼頑皮 上學 又給我另外一個紀念 我們剛剛感恩節 去了學校 就探 就是帶了弟弟去探哥哥 一起開派對 哇 他們兩個一看到大家 好像失散了十年的兄弟 這樣 抱著 不放著 抱著走 兩個是黏著 好像膠水一樣 拔也拔不掉 好Sweet 哥哥就 哎呀 弟弟 你來了 好啊 然後我不知道他什麼心態 就好像 告訴別人 你看啊 我有個弟弟 這樣 哇 好痛啊 這個是做什麼的 感恩節先生問他 對什麼最感恩啊 那我當然是給弟弟一張照片 我說你要很感謝你有弟弟的 因為弟弟呢 對你真的很好 就是這樣灌輸給他 其實平時不是的 但是你這樣說多些 他就真的當了是 那他上學分享完之後呢 show and tell 他就真的一看到弟弟 原來就是這樣了 那所以 有時候家長就不要氣餒 不停地灌輸一些好的 正面的 給小朋友 那些小朋友就會 整天 都開開心心啊 整天都聽聽話話 好 好 還有 好 還有 好 好 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